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右侧则是由带有负电荷的原子团所构成 对水分子的作用力很大 称为清水基 兼具清油基与清水基这两个重要结构的界面活性剂 究竟是如何对衣料上的油污发挥去污功效的呢? 一般来说 界面活性剂去除衣料纤维上的油污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 是界面活性剂溢加到水中 清水基结构就会立刻和四周的水分子产生吸引力 导致水分子与水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变弱 也就是降低了水的表面张力 这个阶段称为表面作用 此作用使得水分子比较容易渗入衣料纤维之中 接着 是界面活性剂上的众多清油基 经由搅拌或搓洗 会与油分子结合 形成众多围包 这些围包表面为带负电的清水基 可分散在水中 并彼此排斥而形成乳液 这个阶段称为乳化作用 此时 只需大量清水冲洗 众多清水基 便会带着原先包围着的小油滴一起随水离开 衣料上的油污便可被水去除了 同学们请想一想 如何用自然界的物质制造界面活性剂呢 天然界面活性剂在使用上有无限制呢 肥皂可由天然油脂和强碱的反应制得 称为皂化反应 油脂和氢氧化钠反应会生成干油和弱碱性的脂肪酸钠 即为肥皂 再加入饱和食盐水 使肥皂和干油分离 此方法称为盐锡法 最后在精油加工便可制得成品 以主要成分为脂肪酸钠的肥皂为例 其结构的两种表示法如下 左侧是长碳裂 和油分子的性质相似 是氢油肌的部位 而带电荷的缩酸根 易溶于水中 是氢水肌的部位 因此肥皂分子 可以再精简成画面图示的表示方式 说到这里 你觉得肥皂这个界面活性剂 有使用限制吗 如果水中有钙离子或铁离子存在时 会和肥皂的脂肪酸根发生离子沉淀反应 例如 和硬脂酸根生成难容性的硬脂酸钙 俗称钙肥皂 或硬脂酸铁 俗称铁肥皂 使氢水肌与氢油肌无法发挥作用 因此 肥皂在硬水中的清洁效果会降低 此外 由于动物性纤维由蛋白质构成 既不耐酸 也不耐减 因此弱碱性的肥皂 不适合用来清洗动物性纤维衣料 肥皂对环境有负面的影响吗 肥皂在清洁后所生成的泡沫 容易被细菌或微生物所分解 因此虽然会造成BOD或COD上升 对水质的污染 会比下面所提到的合成清洁剂小 生活中琳琅满目的界面活性剂 可以人工合成吗 这些界面活性剂会造成何种影响呢 利用石油化学原料 可人工合成常见的合成清洁剂 例如洗碗精 沐浴乳等 其结构的示意图如画面所示 其中左侧的长碳链为清油肌 右侧的本黄酸根亦溶于水 故为清水肌 由于和肥皂一样兼具清油肌和清水肌 因此去污原理与肥皂相同 合成清洁剂又有何使用限制呢 合成清洁剂与钙离子或鎂离子不会发生反应 因此在硬水中仍保有清洁效果 此外 中性的合成清洁剂 可用于清洁蚕丝或羊毛等动物性纤维衣料 这是和肥皂不同的地方 合成清洁剂对环境会有负面影响吗 在对生态的影响部分 由于合成清洁剂的长碳链 可能有两种结构 一种具有支链 另一种是长支链 其中支链型清洁剂形成的泡沫 不易被细菌或微生物分解 因此称为硬性清洁剂 支链型清洁剂所形成的泡沫 则易被细菌或微生物分解 因此称为软性清洁剂 两者结构之示意图如画面所示 由于硬性清洁剂产生的泡沫不易被分解 因此会造成泡沫污染 应避免使用 界面活性剂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呢 如果以功能进行区分 大约可以包含去构剂 柔顺剂 乳化剂 和发泡剂等四种类别 听完这些介绍 是否觉得界面活性剂 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呢 来总结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吧 肥皂与合成清洁剂可说是各有各的特色 肥皂是由天然油脂和强碱反应得到 雾在水中呈碱性 清洁剂则是由石油化学原料制成 在结构部分 两者都具有长碳链的清油基 但清水基的组成成分不同 其中肥皂的带负电原子团是缩酸根 合成清洁剂大多是本黄酸根 但由于两者都有清油基和清水基 因此去污原理是相同的 在优缺点的比较 肥皂的泡沫容易被细菌或微生物分解 不易对水质造成长期污染 不过在硬水中 会跟钙离子或美离子生成难溶性的沉淀 影响清洁效果 同时因为肥皂在水中呈碱性 因此不适合洗涤动物性纤维的衣料 合成清洁剂在硬水中 不会生成沉淀 保有清洁效果 清油基若为长直碳链结构 称为软性清洁剂 形成的泡沫可被细菌或微生物分解 若为具支链的碳链结构 称为硬性清洁剂 形成的泡沫便不易被细菌或微生物分解 中性的合成清洁剂 可用于洗涤动物性纤维衣料 例如蚕丝羊毛等